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觉得很别扭吗 合法夫妻别扭什么呀 咱俩从好的第一天起就没分床睡过 夫妻分床 婚姻必亡 这事你见得还少吗 我就是觉得咱俩都得冷静冷静 给彼此一点空间 好好想想 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冷静 你知道我冷了多少天了吗 你知道我们公司晚上有多冷吗 药在柜子里 你自己拿 谁管你要药了 这大晚上的我刚回来 你就对我这态度啊 咱俩能不能好好聊聊啊 聊什么 聊你为什么这些天都不回家吗 所以你以为我这些天没回家 是出去乱搞了 明天早上还有工作 早点睡吧 你等会儿 黄云柔 咱们非得把这件事干得这么绝吗 你知道我这几天在公司有多难过吗 工作上稍微有点起色 你就非得 我非得找不开心对吗 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是 我知道你现在在公司很开心很得意 我都看在眼里 我也替你高兴 可是打从你离开律所之后 你的花花事就没断过 我的心里都有PDSD了 我只要一看你拿起手机 我就觉得你在疗伤美女 我没有安全感 我自己都不喜欢现在这个样子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那不安全感的根源 根本不在我身上 是在你自己心里 这是病 得治 这些年打过这么多场离婚官司 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白头偕老 是能正视问题 且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 才配拥有的 在你逃避的这些天 我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连白天开庭 都是浑浑噩噩的 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 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 你冷静够了 现在轮到我了 我要好好想想 我自己 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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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啊 功劳有一大部分 应该归给小白 设计这海报非常好 审美在线 非常有艺术气质 哪里哪里 我觉得主要还是归功于沙格 内容才是王道 侯总这次也不错啊 这么多媒体转发 把预算还压得死死的 简直就是 看价小王子 别别别 要不是朱总提前发现了合同漏洞 咱们还不知道得吃多少哑巴亏呢 别别别 别别 一般一般 全国第三 第一刚死 第二片摊 还有啊 还有咱们各位小朋友们啊 也有不同的进步啊 给自己鼓鼓掌 来 谢谢 当然 主要的功劳 还是要归功于我们灰晶 坐拥了一位唐总 决策英明 高瞻原主 惊艳老道 运筹朋友 来 大家也挂去挂去 老大 请 没错 你看这个先有鸡后有蛋 先有的你才有的我们 对不对 行行行了你啊 不是各位 咱们这项目才进行了五分之一 你不就都撬到天上去了 开始互相吹捧了 前期宣传造势 这充其量就是开胃小菜 煮菜怎么烧 这才是客户最关注的 你们做的这个发布会提案 我看了 要么以前有人做过 要么太异想天开 资金根本无法支持 无法实现 一个都不行 不是 老大 这穷又不是我们的毛病 那是客户的问题啊 再给你们三年时间 没有好创意 就去死吧 那我们去死啊 那我们去死啊 没有好创意就去死吧 这句话 是出自著名的营销鬼才 叶茂中的经典语录 各位连这书都没看过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搞营销 自己是做公关的 好了 干活吧 真让臣死 臣不得不死 行啊 干活 来 走了 干活 干活 premiers 跳得灯 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干吗呀 好吃 怎么是你呀 你怎么 你还打 以后你要碰见变态 就这么打 你刚落好几天了 把我吓坏了 怎么是你啊 我还有变态呢 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个变态 我跟着你干吗 你 你偷流血了 没事 赶紧回家吧 不是 你偷流血了 师父 您帮我放一下四号晚上的吧 好嘞 谢谢啊 这是四号晚上 九点过左右 你看看啊 这个是帽绅的 鬼鬼祟祟跟着你这个 你热不热事 天儿有点黑我看不太清 要不您帮我放一下五号晚上呢 好嘞 谢谢啊 这是五号的监控 这是五号的监控 出来了 这靠着跟昨天那个 是一个人了 又来个男的 他俩怎么要打起来呢 师父 您稍微往回调一点 停 这衣服 这男的您认识吗 这不是猴志吗 没事您继续放吧 这小伙子谁呀 被别人一脚把胳膊给踢上了 去练呢 好 原来他手腕是这么伤的 这傻子 怎么不说呢 师父您再放一下今天的晚 对 怎么还有一船帽上跟踪你呢 哎呦 哎呦 你还敢逼你酒瓶子呀 那这个不是昨天晚上 手臂受伤的小伙子吗 你们什么关系啊 之前挨打的那个是我前男友 这个手臂受伤的是我同事 我这几天总觉得有人跟踪我 我就把他当坏人了 哎呦姑娘 以我的经验啊 你肯定啊 是打错人了 这个小伙子 肯定是喜欢你 他发现你前男友跟踪你啊 在暗地里默默地保护我 这个啊 叫英雄救美 谢谢您啊 对比人好点 喂 喂 你说什么 快醒醒 你快看见了 你怎么快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个行业吗 因为永远充满了戏剧性 赶紧想应对方案吧 哎呦 看什么呢这么高兴 嗨 好事呗 狗咬狗一嘴毛 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 CMO要来的事推迟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那个社总 最近的麻烦点多吧 我们程和从来就没有被人指明到信 骂上热搜过 我们真行啊 明的玩不过 阴的又被揭穿 要是被人知道我们公关费花了七位数字 还不被笑得大牙 方总您消消气啊 我们现在正在想应对措施 一天都快过去了 应对措施在哪呢 你们除了会蹭热度炒诽闻 你们公司直接欠一人算吧 不 方总 我们很快就会有措施了 我们现在已经放下了手里所有的项目 全力以赴地来处理这件事情 瘦总 你之前不是挺能说会道的 上次那个新闻发布会也开得很轰动 怎么突然没事了呀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自己的同事 做缩缩乌龟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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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总您这也严重了 这 瘦总是在反省 他在反省呢 您 您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能耐 对不对 我就是清楚 所以我没想到会把事情办成这样 怎么和之前的差距这么大 天然之别 对不起 方总 这次的事情确实应该我负主要责任 负主要责任 你什么意思 我应该负次要责任 我可是假方 你们一须要负全责 对不对 方总 消消静 方总 我 我知道我们负全责 你别跟我说了 不不不 方总 方总 姐 你也消消气 那方总也是 我们翻脸比翻书还快 这就是客户 来的 再回 行 可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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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留步 留步 留步 好 谢谢 唐总 您今天讲的这个方案非常好 你看我画的这几点还准确吗 非常准确 非常准确 那行 我先去了 什么指示 送送你啊 那我太荣幸了 能不能顺道问一下 你们领导 对这次行动 有什么态度啊 领导 你怎么那么土啊 又不是在单位 这都让我送你了 不就是表态了吗 领导是尊重 那说明你们领导 非常满意啊 不是 你搞公关呢 嘴都这么油吗 我算是最老实的 就你 你还老实啊 中文有空吗 我有两张绝职院票 你喜欢绝世约 你这是什么反应啊 这个是我第一次主动约人啊 周末见 地址电话发给你啊 不许迟到 他唐晨就那么冰晴密集啊 一点东西都没有吗 要我不说啊 干脆给他抖了出来 让他看看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到底疼不疼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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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总还没到呢 是不是等他来了再讨论啊 有什么必要吗 人家可能早就备好了后路 这会儿正安全马后呢 这一行没有谁的手势干净的 这个时候往对家身上泡脏水 有什么意义吗 如果后续再有湿水爆出来 我们怎么办 这一切对牛爪客户形象 有什么帮助吗 朱总有何高见 我们席入宫厅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找替队阳背锅 要把陈辉从这件事情里彻底摘出来 义讯必须负权责 两种锅一同意 这个锅当然不能大老背 把义讯摘出来 是第二步要做的 那你的意思是 不让大老背锅 那就是让我们这些小银牺牲了 牺牲什么呀 不是 这看我干嘛呀 文章是我写的 可是我也是按指示办事啊 庞总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 我要是被开除了 以后在公关圈 我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要不这样 随便裁一个实习生 就说新来的不熟悉业务 就说新来的不熟悉业务 对啊 就把身边写得模糊一点 就把身边写得模糊一点 说已经严惩了工作运了 不顿不依不饶怎么办 那边作证可是唐晨 可能是私人人员 闭嘴 声明已经发您邮箱了 后续的处理 庞飞会跟您汇报 我可以对外说你是 营救辞职 不是被开除的 不用了 谢谢你 营救辞职 有高层暴毙的嫌疑 开除一个负责人 才能给陈辉一个交代 堵住所有人的罪 如果没事你可以走了 陷入你跳槽消息的人 不是庞飞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 要放弃这一切 怡逊的确是 弱肉强食的名利场 但你只要跨出这个门 迎接你的威逼是天堂 保重 您也要保重 别闹着 您要保重 你 诶 假设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又给我买什么好东西了 谁给你买 今儿太阳打西边落下了 这么主动还给我买礼物 太阳本来就是从西边落的 而且你怎么知道东西是给你买的呢 舒服吗 什么呀 我是说座椅靠背 你要不舒服的话我给你调一下 看来在我之前这儿坐的是一个 短腿小萌妹 之前坐这儿都是杀哥 现在坐这儿的 才是个长腿大美女 好开车 你那手能开吗 没事 都是小伤 药剂的暗示图 好好养着 没事别瞎使劲 这是你头一回关心我吧 就你这小身板 伤敌八百 自损一万八 胡扯 啊 你是没看见哥们给那孙子揍成什么样的 再有下雨 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 行了 幼不幼稚 多大岁数还打架呢 姐姐啊 我这是为了谁 哥们长这么大就没对谁这么好吗 我爸妈都没这待遇 怎么 你对父母不好你还有理吧 我就这么一说 小姑娘叫什么针啊 得了吧 之前老爷子生日 要不是老大骗你说这项目 你能去 咱能不老翻旧片吗 哎 你送完我 痛快回去陪爸妈去 趁现在还有时间 有机会 别等以后后悔 你现在怎么跟我妈似的 我回回回家输鞋 老太太都给我念了这些 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老两口想见你 还得沾鞋的光 那想跟你说几句话 得趁你回家吃饭那一伙工夫 使劲说拼命说 你还嫌他们唠叨 嫌他们烦 哎 你就不觉得 他们挺可怜的吗 那你爸爸呢 你跟他们关系好吗 问你话呢 问你话呢 我跟他们见面机会少 要是能见着他们 我肯定不像你那样 你爸妈 你爸妈 平时在外地吗 那你想他们吗 嗨 红旗 姐 放手鸽 姐 放手鸽 来 宝贝 来 宝贝 先吃块绿的 补充维生素 再来块黄的 芒果 也是补充维生素 嗯 你这个啊 一定要好好地修养 这也算是伤筋动骨 那也得一百天的 嗯 你啊 没事就回来住着 我们也能好好地照顾你 哎呀 妈 我现在怎么着也是公司的中层领导了 这公司离开我一天都赚不了了 哎呦喂 怎么着 就你那破公司才十来个人 就分出上架词来了 不是我吹啊 就我现在这工资跟奖金 家里那几双鞋 我已经不在乎了 随时候都能买新的 行 你买 宝贝 咱也吃东西 吃水果的 走 走走走走走 哎 我跟你说 你回来住嘛 妈妈也好照顾你啊 我 我可不想天天看那老家伙脸色 你别什么整天就老家伙老家伙 那是你爸爸 你别看他嘴硬 他其实可想你了 想我 是真的 你知道 他为什么要扣你那些鞋吗 你当个宝贝啊 他才不在乎呢 说实话 他也不懂 不过妈妈我也不懂 就那些运动鞋 一双为什么要那么多钱呢 你爸爸扣你的鞋 就是想呢 你每次回来拿鞋 我们就能多看你一眼 就是这样都觉着 你回来得太少 时间太短 妈 您这话呀 跟某人说得一模一样 某人 谁是某人 谁是某人 您不认识 是女朋友吧 还不是呢 那就说明有这么一个人 妈 我以后肯定常会来看你 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 拿拿拿 来 你自己端着吃吧 咱俩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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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你自己在这儿啊 你那狼心狗肺的妈呢 来来来 吃点 你是搬走了 把她自己扔这儿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唐真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么个虚伪的人 什么 我虚伪 恭喜你啊 终于大仇得报 如愿以偿了 什么意思啊 当初司令找你 你不跟她合作 并不是因为我 而是怕损害江江的利益 对吧 等绯闻都平息之后 江江保住了代言 你就立刻找人 把陈辉的陈年旧文挖出来 写文章带节奏 到处散布我们是黑公关 这也没错吧 你先等会儿吧你 请问你这是在贼喊捉贼吗 谁先写的文章 谁先泼对方的脏水 你知道我估计客户 不敢公然跟你死只能忍 所以你就变本加厉 把我要跳槽的事情 泄露给梁总 逼我辞职背下所有的错 你现在满意了吗 我工作丢了 名声毁了 你现在很痛快是吧 不是 你这个无辜的表情 还真是让人佩服啊 什么叫无辜的表情 我本来就是无辜的 不是你这一害人的人 你先摆出一副受害的样子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行了吧你 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了 我害过你 我今天不跟你争辩 咱俩之间的账清了 房子无归远处 房贷以后自己慢慢还吧 走 走 走 不是你还真是一专业的人啊 说哭就哭是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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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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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吧 走 姐 姐 你 走 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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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对不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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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